好,我要让学童在防疫期间有完善的防疫措施 北部的企业家在张怀文议员的引荐之下 将干洗手防疫凝露捐赠给寿风箱的学校 15000平的防疫物资不只捐赠给12所学校 同时也捐赠给第一线的执勤远警 让防疫期间除了戴好口罩之外 勤洗手也是防疫的重要关键 在疫情期间防疫物资弥足珍贵 有感于学校师生长期在校园活动 更应该受到防疫保护 由先议员张怀文引荐下 宣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泰友 9号上午特地来到平和国中礼堂 捐赠15000平的防疫物资给寿风箱辖内的学校 让我们每一位学生 这是我们家庭的学生 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接过他的爱心 大家把身体顾好 一定要平安 我想今天这个捐赠特别的有利益 因为都是来自第一线 我们最辛苦的村长 还有最辛苦的警戒 以及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视的 我们的学童 让你们有这个干洗手的凝路 让大家能够把身体保护得更好 捐赠者陈泰友董事长表示 捐赠干洗手防疫凝路 给寿风箱内12所国中小学 让校园更安全 也为孩子的健康 多一份准备 共同为防疫努力 就是这一次有这个机会 透过我们张议员的引荐 那可以来我们花莲收风箱这个地方 那其实我们是一个企业责任 我们希望把我们可以分享给所有的孩子 然后所有需要 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帮忙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防疫是对每一个人的责任 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我们自己本身 然后也把防疫物资 然后就是可以分享到给每一个人 受证的寿风箱内村长及辖内派出所 在结案分局副分局长的受证下 并表示感谢 也将会将480瓶的干洗手防疫凝露 给第一线执勤远景来使用 首先感谢张怀文议员引介企业的捐赠 那我们会将480瓶的防疫物资 分送给第一线辛苦执勤的同仁 先议员张怀文表示 干洗手防疫凝露跟喷雾室的酒精 一样有75%酒精消毒效果 希望就由这一次捐赠防疫物资 呼吁大家做好自身的防疫工作 一起对抗病毒并保护校园的实生健康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